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eline 我是Isan 今天呢 我为妈妈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属于MU RU的牌子的一些作品 就是有包括了手刻 毛巾跟隔鸟垫 接下来呢 就由我来为妈妈介绍 这个是我们MU RU的导温 我们看一下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是可以到这样子 所以很多妈妈就是一来到就是看到 这个是毛巾吗 真的吗 是的 它真的是个毛巾来的 但妈妈就会问 真的可以吸水吗 所以现在我们来做一个demo 让大家看看 它到底能不能吸水 我会倒在一个小盆子 让大家看一看 现在小盆子的水 它的水量是蛮多的 那我可以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我可以整个铺盖在上面 OK 你看它的吸水了 它已经完全吸在毛巾上面了 还有一部分 只剩下一部分 再给你吸干它 我只是轻轻的按 它立马的水就干了 所以妈妈不用担心 冲好凉 全身撕到完 真的是可以吸到整个身体的水分吗 其实是可以的 甚至我有时候洗头部 拿来包裹在我的头上 因为它够薄 它不会让我的头部有任何的负担 所以这个也不只是一个小朋友的毛巾 这个是没有去线任何的黏米层的 所以你们妈妈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70%的竹纤维 30%的棉 所以这个质感一摸上来的话 会给我们的手指来的更柔软一些 所以很多妈妈他们一摸到会说 这个布的感觉很不一样 我们就说对 因为这个是70%的竹纤维 30%的棉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全部 就是这个韩国品牌 Muru 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后面都有标签的 都是100%从韩国制造 韩国进口的 所以以前你可以跟妈妈讲一下吗 为什么市面上都有很多 都推出很多那种竹纤维的材质的布料 是有什么好处呢 竹纤维的话 其实OK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一摸竹纤维的话 它的感觉就会比较柔顺 因为外面可能你看到的很多是 纱布巾 比较多的是用纱布巾的那一个 沙布巾 不是说纱布巾不可以 只是如果你要更软的质地 你就可以选择 含有竹纤维成分的一个 沙布巾 就会比较好 原来是这样 其实这个你不只是可以拿来当毛巾 就是刚才Jesse说的 如果是当毛巾的话 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我每次就是跟我的孩子送娘的话 就是他 比如说这里是早团 他就送送送送 我就这样子铺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把它包上了 我就放在这边 然后我就这样整个 当它包裹起来 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就去穿衣服了 所以这个呢 其实你带出门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你看 它的一个包装 就是这么一小条而已 这么薄 所以有时候你们出国 如果慢慢 如果你知道 要带小孩子出门 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你的行李都没有味 所以这个的话 其实是真的很省空间 然后也非常好用 就是它是一步多用 它不只是可以拿来做毛巾 然后你也可以拿来做 薄薄的被单 就是很像 可能有时候 你带它去shopping mall 你放它在推车上 你会怕太冷 可是你又怕盖了背 很厚 它又很热 所以其实这个的话 你可以拿来当一个 小小的薄薄的blanket 你就可以盖在它身上 如果是更小的婴儿 你就可以折成这样子 就跟它盖在上上 然后它是很轻肌肤的 就不会伤害肌肤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的话 你就是可以当成包巾 就是所谓他们 刚出世的时候 你们不是 我们都会把它包起来 是 就让他们有安全感 其实这个也可以拿来当成包巾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很多用途的一个 一个 毛巾 可以当成毛巾 可以当成包巾 可以当成被单 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 我们有两个款式 就是 一个是 紫色这样子的 一个 Pokedot 一个是蓝色的 就是刚才我拿来说 示范的这条 Pokedot 是 厂家只有出了两个设计 所以我们都把它 引进 倒来蛮稀 过后都可以上去 我们的官方网站 去游览 去哪里下单呢 很简单 你可以去我们的 shopee 找到我们的website 去那里订购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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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